远古的澳洲大陆既不是现在的样子 也不在今天的位置 就像一片遗落的拼图 还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 就在这个时候 大陆上形成了一座 与今天喜马拉雅山同等高度的 皮特曼山脉 也许是巧合 两座山脉的行程都与印度板块有关 然而相同的身高也是巧合吗 珠穆朗玛峰真的无法超越吗 究竟是什么样的基因 决定了山峰的高度呢 我们知道地壳是漂浮在地脉上的 山脉要长个子 通常都需要板块间的不断挤压 按照如今珠峰每年5毫米的生长速度 大约1000万年后就能达到5万米的高度 是现在的5.6倍 几乎达到了臭氧层 而喜马拉雅山早在5000万年前 就已经形成并开始发育了 目前来看 它曾经也只达到过12000米 实际上决定高度的天花板基因 就是引力 在重力的作用下 当山峰不断生长而变得过于沉重 山脉的底座就会下沉 然后被地脉融化 加上冰川对山底的侵蚀等等 这些因素都抑制了它的生长 我们星球上的其他生物也一样 肢体的洁面积只是按身体长度的2次方增长 而体重却是按身体长度的3次方增长 曾经陆地上最大的恐龙体长也只有40米左右 不停地生长只会不堪重负 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的骨头压碎 所以理论上电影里的巨型生物也是不存在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长高基因放到太阳系里去看 又会怎么样呢 谁最高大雄伟 一般来说 这个高度主要取决于山峰所在行星的质量 行星质量越大 山峰就越矮 就拿太阳系八大行星来说吧 首先可以把木土天海这些气态行星排除掉 因为它们别说山脉了 连个着陆的地方都没有 剩下能产生山脉的四个炎制行星 水晶地火 无论体积还是密度 地球都是老大 所以我们这个基因肯定是不够优秀的 水晶的质量最小 但特别的是它的行星内部冷却得太早 所以一直缺乏火山和板块的活动来形成高大的山峰 其次就是火星了 它的体积是地球的七分之一 而质量是地球的十分之一 于是成就了目前所知太阳系第一高峰奥林帕斯山 高达两万六千里 是珠姆老马峰的三倍 由于它堆叠的样子很像一个盾牌 所以这种形态又被称为盾撞火山 回到地球来看 夏威夷群岛每一座都是这样的火山 不同的是火星的地壳很薄 也没有什么板块运动 地下岩浆可以在一个点上尽情喷发 而我们的地壳板块却一直在移动 所以说很多火山都是成串的出现 如果说板块碰撞还要点暧昧的话 这种长个子的办法就极其简单粗暴了 我们这颗星球上真正的最高峰一直就隐藏在这里 它就是夏威夷的茂纳凯亚火山 如果从它太平洋海底的根部起算 高度超过一万米 而朱姆朗玛峰则是从海平面开始测量的 同样类比海底的大型生物 蓝金能达到地球生物体量的巅峰 主要就依靠待在水里解决了体重和散热的问题 经过亿万年的演化也基本找到了尽头 而争夺第一的宝座真的这么重要吗 比喻为一个篮球的话 人类争先恐后征服的朱姆朗玛峰 只不过相当于这个星球表面的一个胶钉而已 回看今天的澳洲大陆 谁又能想到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上 曾经也出现过宏伟如喜马拉雅的皮特曼山脉呢 而它又是如何灰飞烟灭的 5.51年前的寒武记正上演着一场生命的大爆发 这时距离恐龙时代都还有三亿年 而且连陆地植物都没有出现 澳洲大陆的中部还是一片内海 皮特曼同样是一个大部分在水下的山脉 而由于没有植物来控制土壤的流失 亿万年后整座山脉逐渐被侵蚀殆尽 变成沙粒沉积在海窗底部 最终转换成了岩石 接下来地壳的运动和海洋的退却 使这些岩石崭露头角 其中一块巨石甚至被从横平转成了树平 然后开始越长越高 与前面提到的生长方式不同 在过去的七千万年中 风和流水带走了泥沙 使它周围的地面降低了近300米 而它的高度也就这样被衬托出来了 同时周围较小的沙岩也都在风化中消失 曾经的皮特曼山脉就这么幻化成一块孤零零零的巨石 在至少五万年前 最早到达这块大陆的人类 在某个时候发现了它 广袤无垠的荒漠上 一块巨石误然出力在那里 没有人能理解它是怎么冒出来的 这不是为了传达某种信息又是什么的 一只自称阿南谷的部落 将它与自己梦幻时代的神话故事联系在一起 并将它取名为乌鲁 皮特曼研究子梦化成新